梁家傑議員 梁家傑議員 不會得到公平的審訊 所以 他選擇了香港這個擁有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的地方 正正如此 特區政府和法庭 如何處理斯洛登事件 將會成為 對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的士金石 香港和美國之間 有引渡協議的 一般來說 除非案件屬於政治性質 雙方都有責任 為對方引渡疑犯 美國 如果要引渡斯洛登 必須先對他提出刑事起訴 並發出通緝令 再向本港律政司 申請 尋求協助 律政司 就要向法庭 申請引渡令 而事件 是否屬於政治性質 也都必須要交由本港的法庭 去裁決 特區政府只需要按 情緒行事就可以了 正下來的 就只是應該交由法庭 根據法例 和事實 作出獨立的裁決 主席 在香港經常有一些 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不時是借故攻擊民主派的 在今次斯洛登事件 當然也都顧忌重施 指控民主派 因為不想得罪美國而耿聲 但是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在公民黨而言 6月15號 我們參加了本港27個團體 和政黨發起的遊行 批評美國政府監控民眾 多次入侵香港電腦系統 以及要求香港政府 必須依據法律程序 和國際慣例 去處理斯洛登事件 6月17號 公民黨的郭榮鏗議員 要求在聯合國 制裁事宜小組委員會 盡快召開會議 討論特區政府向外國政府披露的資料問題 同日 泛民亦都去信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要求就資訊保安問題召開特別會議 今次的休會辯論 公民黨議員在上星期五的內會 亦都表示支持 我在議會內外 亦都多次接受訪問 回應斯洛登的事件 強調特區政府必須要依照法例 和港美的引渡協議行事 亦都要讓法庭在沒有壓力之下 審理美方一旦可能提出的引渡令申請 公民黨定沒有失聲 處理斯洛登事件 是用一貫處理其他牽涉人權 自由的事情無疑 著眼於言論與人身自由 資訊自由 法治 人權 司法公正的角度 我也都在這裡呼籲 建制派的 朋友 將來 處理其他牽涉人權自由的事件 尤其是 一些在內地 維權人士被打壓的時候 能夠保持今天的器概 易不容辭的發聲 僅此陳詞 請問 感谢观看